这个吗?造价收买非常好 就这种情形 所以这规定在哪个条文?16条 所以讲到规定的程序就在16条 那16条就自己把它拉两个程序来处理 一个太高 一个太低 那太低又有两个方式来处理 一个造价收买 一个是以所报地价为申报地价 好,那处理方式 此外我们再看重新规定地价 地价规定后他会重新再一次规定 那什么时候呢? 我们规定14条地方 来告诉我平均地权条例规定 何时要重新规定地价呢? 何时?来,中同学 每3年重新规定 那我进一步问你多土地房呢? 跌幅50%的时候 好,所以知道土地法跟平均规定不一样 重新规定方式不一样 这可能注意一下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这地价这边唯一会考 就这个地方会考 那如果考地用就要留意了 地用跟土地法,地用用 刚刚土地料不是有地用吗? 土地料地用不是有条空地跟什么?荒地吗? 平均也是一样 空地跟荒地 平均对于空地的地义 他跟土地料不同 他地义在第三条第七款地方 这是他的地义 那么平均对于空地的管制方式为何呢? 他的管制方式采两种方式 一个限期建筑 另外一个协议建筑 那限期建筑 他规定在哪个条文? 26条地方 规定在26条 那这边你要留意 26条地方规定限期建筑 那你要注意 他有没有条件?有 有些地方是没办法建筑的 你就不能限制他 所以他的限期建筑的条件在细则的40条 加两个 一个他的条件 除外条件在细则4条是重要的细则 此外 你如果预期未建筑 那什么叫预期未建筑判断标准呢? 除了26条有一外 细则41条也有规定 也有规定 所以同学留意 细则的41条 所以考到空地的管制 只要是平均 地权条例的话 空地部分 你这个架构都不要忘记 限期建筑 以及地域 限期建筑 还有协议建筑 什么情况下会协议建筑呢? 哪个条文? 74条的规定 74条说你要跟谁协议? 还记得吗? 地主要跟谁协议? 跟谁协议? 来 什么人? 我知道哪三种人? 我体系不要写三种人嘛 对不对? 哪三种人? 重点是哪三种人? 城租人 什么人?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写城租人没有分数 是土地的城租人? 还是房屋城租人? 要写清楚啊? 什么城租人? 土地的城租人 还有呢? 地上全人 还有什么人? 借用人 借用人 这几个人 你要跟他协议建筑 别忘了 另外有补差规定在75条的地方 这是关于平均地权条例的部分 有没有唤起你沉睡一久的记忆 应该有点印象吧 有印象 只是没有那么熟而已 没关系 还有机会救回来 还有机会 有同学问我说 地政社考试 但是如果真的土地法没有什么基础 最慢几天前砍 还是有机会考上60分 我可以告诉你 最慢前一个月 还是有希望 但是你别因为我讲了这句话以后 你就回家丢到旁边去了 那种几率还是有 前例是你几率超强 而且你的理解力够强 再加上你很会写东西 如果都没有话 那请你还是继续维持下去 继续维持下去 注意一下 我是想真的 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不是我 那说明法呢 如果完全没基础的话 最慢前几天 如果前一个月可以吗 可以 可是要再加365天 明法我就不敢这样讲 明法多了就知道 你如果完全没基础的人 有没有办法转件拉上 完全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除了亲属继承以外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亲属继承那天我出一个考题 给学生公职班的 我把亲属继承跟什么 明法总则 明法债篇考在一起 就死掉了 因为那个学生太臭屁了 他说亲属继承他太熟了 老师你随便出 我就出一个244跟继承篇的规定 你要抛弃继承对不对 你我是你的债务权人 你欠我债务 我现在你可以继承 你抛弃继承 有没有侵害到债权 就考这个题目 国考考题 干嘛 那是司法认为考题 所以这边提醒 到时候讲明法的时候 我会用这种题目给你看 有 我有放进来 让你知道亲属继承也不一定 你想象中那么容易拿分 所以不要太自视甚高 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先把这边搞定 我们礼拜五就上明法 礼拜五上明法 感觉就不一样的 应该慢慢很多人就不来了 听不懂 但是我希望你撑下去 知道吗 撑下去 荒帝 平均对于荒帝的管制就简单了 哪个条文 26-1 26-1 那这边你要注意 例外的情形 例外不跟作 我却不处罚你的 26条之一的规定 你要注意 所以这边要注意是例外的情形 例外拿五种情形 他是可以不跟作 然后不被处罚 这个是你要记的地方 你要记的地方 例外情形 那这关于地用篇的规定 接着我们往下看 来看造价收买的规定 这个地方就比较重要 平均 我说过两大考点 如果真的要挤两个地方 我会挤这两个给你 这两个 施力重划跟造价 出题最高 就这两个 其次才是趋亂征收 跟 空地荒帝管制 所以这两个要特别注意 造价收买 首先 造价收买有六种时机 三种价格 同学可以告诉我吗 哪六个时机 哪三个价格 来 庄同学的后面 帅哥 申报地价过低时 再来 价格 如果申报地价过低 我用什么价格收买 申报地价收买 很好 好 第一个搞定了 再一个 第二个 空地预期未进入使用时 此时我用什么价格收买 什么东西 收买当时的公告限制收买 第二个 第三个 知道什么原因 什么叫卫用 卫一线建筑使用 你不要写农业卫用 那没人看我 农业卫用地 收尾变建筑使 卫一线使用 此时用什么价格收买 收买当时的公告限制 收买当时的公告限制 三个了 第四个 换同学 拍谁拍谁拍谁 拍谁 来 帅哥 还没 对 你后来才来的 拍谁拍谁 旁边 帅哥 你不要摇头 摇头杀了你 这就会不会害怕 会 不行 你害怕我就够人恐恶罪了 知道吗 会不会害怕 不会 对不对 刚刚讲的 农地 收尾变建筑卫一线使用 空地卫一线建筑使用 以及三报地要过低时 还有三个 哪三个 超额面积超额土地 卫一线使出卖时 好 此时用什么价格收买 收买当期的公告限制 好 四个了 来 五六两个 前同学你说 对 移转限制申报过低时 此时用什么价格收买 以其申报的价值收买 再来第六个 刚刚说过了 刚刚是耕地吧 刚刚在讲耕地 农地的话怎么样 卫一线 使用时 用什么价格收买 收买当地公告限制 同学都是一样 虽然因为太有 问不到你 知道吗 但是请同学去发现 现在这边越来越多人了 这边都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边很危险 所以说都挤到边去了 好没关系 我没有问你 请你在内心回答我 知道吗 要会心回答 一定要回答 为什么 你现在不回答 考试会认住 会认住 所以要保持养成思考的习惯 六种时机 三种价格 超级重要 超级重要 比谁当隔回还重要 你要注意一下 再来我们看 收买的程序 收买的程序分两大程序 一个是公告 一个是交付土地 那你要注意公告的话 我们又往前分 分成公告前的程序 跟公告后的程序 这个地方同学留意一下 收买的程序 如果依照公告来讲 他公告归在哪条文呢 公告归在28条的地方 28条 28 那你要注意 造价收买的土地 我在公告前要为哪些行为 还记得吗 公告前要做哪些事情 他的事情规定在哪里 程序规定在 细则43条第一项 很好 细则43第一项 公告后才是用 平均29要处理 所以讲到公告的程序 不管题目 區分成公告前 有时候题目特别问公告前 如果没有特别问 你要记住 有公告前跟公告后 规定在28 跟细则43第一项 以及29条的规定 这地方同学留意一下 此外 公告以后收买了 钱给你以后 你就必须把土地交出来了 此时他程序在哪里 30条 加细则47条 土地的交付 资料价收买 土地要交出去了 他的条文归在30条 以及细则47条 考到平均地权条例 你这一题分数要高 跟征收条例一样 细则要写出来 经纪人不会要求太多细则 所以我在上纪念是很少讲 那么多细则 地真是放很多细则进去 因为地真是会要求看这个东西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最基本的要求 好 再来 土地处理 当我造价收买以后 这土地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原则上是依据 细则48来处理 还记得细则48规定吗 细则48它规定什么 他把造价收买后土地 依照这个土地本身 是空地 还是他有建筑房屋 还是他是农地 区分成三种处理方式 这同学别忘了 所以在我原来体系表上 这边是放三条线出来的 对不对 再来 其中有部分造价收买土地呢 你收买以后 可以限期建筑使用 限期建筑使用 这是例外情形 那我问同学 造价收买后的土地 哪些原因收买土地 在收买后可以限期建筑 给人民卖给人民使用呢 哪些原因收买土地 就是73条的适用前提 平均73规定的 哪些情况下的造价收买土地 在收买后 可以给人民限期进入使用 双同学 再讲一次 什么叫空地 当初空地为一线使用的空地 对不对 再来呢 超额 我当初不是叫你限期建筑 你不建筑吗 超额土地 再来呢 耕地 收回变建筑的情形 这三种情形的土地 收买后 你可以卖给人民限期建筑 可是人民超过多久没有建筑 一年后你也没有办延展化 此时干嘛 以原来的价格 把它买收回来 然后干嘛 建筑使用 73条的规定 73是例外情形 同意留意一下 所以如果考到造价收买时机价格 以及并说明 收买后的土地如何处理 你看到土地为说 造价收买后土地如何处理 让大家注意一下 处理方式 你要把这两个写出来 原则上是细则48的规定 此外 有三种情形的土地 你可以限期建筑使用 规定在平均的73条 平均的73条 OK 这个地方同学留意 再来 我们看完造价收买以后 这个重要点 造价收买以后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 移转申报的问题 请问你 土地所有权在移转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要申报限职 什么情况下要申报移转限职 什么时候申报移转限职 来 同学 请告诉我 哎呀 这边最近 小琪你说 啊 土地移转时候 什么时候 是所有的所有权移转到申报移转限职吗 还记得吗 所有权移转时候 还是指限买卖时候 所有权移转时候 此外还有一个情形 也要申报什么情形 设定点圈的时候 好注意一下 设定点圈的时候 设定报移转限职 47条的规定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请看46 跟47条第一项规定 申报的情形 移转限职 至于他申报的参考标准在47条之一 这同学要注意一下 你移转当时要以哪一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